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导演 哎呦 我的曲哥 你这是跑哪儿去了呀 眼看着还有两个小时 节目就要开始了 你怎么还没过来做造型啊 你是不是人在主路上了 还拉不拉得起 昨天晚上喝多了 早上没起来 你别操心了 我一会儿自己找个理发店 随便坐一下就是了 耽误不了事 这哪儿成啊 咱们地方台主持人 一共也没几个 就指望您这张 当红的脸拉术是绿呢 您能不能证实下 自己的形象啊 行了啊 别默默唧唧的 放心 我这正好看到你家理发店 先挂了啊 等等 别挂呀 曲哥 曲哥 欢迎光临 请问先生 你好 有造型师吗 给我做个速度快感的头发 我赶时间 好嘞 小春 先带这位先生去洗一下头 哦 好 小 小 小春 染音工作室出品 福他柠檬茶圆中 全一期现代尘埃广播剧 情书 欢迎收听 好 知道了 我这就过去 又要去城里加班啊 我还没吃饭呢 不加班你喝西北风啊 饭我做好了 在厨房暗台上放着呢 你上楼把小春也叫下来 他爸妈也都加班 肯定没空给他做饭 听见了没 天天不是抱着红白鸡丸 就是四处乱窜的 就差没上方接瓦了 看看小春的孩子 又文静又懂事 你俩从小一起长大 你怎的就没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你快去加班吧 我这就上楼叫小春去 肯定饿不着你干儿子 臭小子 我倒是希望能有这么个干儿子 行了 那妈走了 赶紧吃饭啊 一会儿该凉了 小春 小春 下楼吃饭了 来了 阿姨没回厂里加班吗 回来啊 走之前给咱们做个饭 快走快走 聊聊好吃吧 小春 你还记得前两天 咱们学校旁边那家CD店 咱们听那首歌吗 嗯 记得啊 怎么了 咱俩不都听喜欢那首歌吗 所以后来我去问了一下 打听到那首歌的名字叫 刘年 整张专辑现在还有卖的 在这个书 嗯 有点贵啊 顶得上咱们俩两顿饭的钱了 这还不好办 今天我省一顿吃你的 明天你省一顿吃我的 这样啊 咱俩就能一起买一张厅了 怎么样 干不干 那好吧 得嘞 小春 你吃完了吧 我去收拾碗筷 来 我去吧 我去吧 好 你知道吗 是名顶 神 我去列וז 留不住 送不住 留你 小川 問你個問題 什麼 一見鍾情和日久生情 你更相信哪個啊 小川 沒事 沒拿住碗脫手了 幸好沒摔碎 那你相信哪一種啊 我相信 一見鍾情吧 先生 先生 不好意思 那您還做頭髮嗎 坐 現在就坐 好嘞 小川 這位先生做燙染 帶他洗一下頭 好 小川 小川 我麻煩躺一下 坐這兒 我沒法幫您洗頭 好 好 小川 你變化還挺大的啊 以前沒發現啊 原來你扎這種半長不短的馬尾 也挺好看的 你是不是長高了 咱們的好多年沒見啊 我 洗好了 您可以起來了 到旁邊的位置坐就好 小川 想染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都行 哥 麻煩把四十四號染膏 遞給我一下 好 給 四十四號染膏 還有刷子 謝謝哥 小川 小川啊 當年你退學之後 我一直都沒找到你 沒想到 你來這邊做了個理髮師 你現在過的 小川 小川 你幹嘛去 小川 你怎麼回事啊 對不起對不起 我也不知道 喂 又幹什麼 又幹什麼 你說又幹什麼 你看這都起點了 你造型做完了沒啊 你再不過來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啊 掛了 那個 剛才那個發行師的聯繫方式 可以給我一個嗎 你說你們辭退了她 誰讓你們辭退她的 不好意思 上次她那樣對待您 其實已經是造成了 嚴重的理髮事故了 而且 那之後她也一直沒來上班 所以 住處呢 她現在住哪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 不過 上次不是已經給了您 她的聯繫方式了嗎 你沒試著聯繫她一下嗎 她要是肯接我電話 我還聯繫你啊 這 行 先前咱們見面倉促 可能還沒互相了解過 我們現在重新認識一下 我叫徐俊 目前在試電視台工作 如果你不想你們理髮店員工 對待顧客的態度惡劣的事情 出現在新聞上的話 那就請你幫我 在你們理髮的那個小圈子裡打聽打聽 看劉曉春現在究竟在哪家理髮店工作 謝謝 行行 您放心 我肯定給您打聽清楚了 好 那就這樣 我等你消息啊 屈哥 跟人誰打電話呢 沒誰 怎麼了 有事兒 你說呢 這兩天你天天神龍見首不見尾的 我都沒挨急說你 你自己看現在這髮型 那天早上上班遲到我就不說啥了啊 也不知道你是去哪個業績裡髮店做的髮型啊 搞的腦袋上棕一塊滑一塊的 整個車禍現場 咱們這造型師啊 這兩天一看你這髮型 就覺得自己要得心臟病你知道嗎 唉 那是個意外 再說後來不也救回來了嗎 是救回來了 造型師翻遍了所有化妝間給你找的假髮 徐哥呀 徐老師 抬住次咱們當了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你什麼時候能靠譜一兩啊 問到劉小春現在的工作單位了 西城一家連鎖造型店 昨天收了他 這是地址 行了導演 高材貴手 好嗎 我現在真的有事兒 我得先走了 趕明兒你在出口罵我 行嗎 好 好 好 欢迎光临 这位先生请问您 我 我要做个造型 要留小春给我做 好的 稍等 小春 有顾客 来了 是你 小 小春 小春 这些年 你过得怎么样 你退学之后我还找过你呢 但你家里人都说 不知道你跑哪儿去了 叔叔阿姨现在都还挺好的吧 几年前我突然联系不上他班了 好像搬家了 小妹 三号瓢染药水 和双氧水帮我拿一下 知道了 小春 你回我一句吧 给 来 谢谢 小春 小春 这位客人您办卡吗 冲八百送五百免费洗头 办 办 你这个月差多少人卡 我都忘你办了 三十张 你恐怕要多张几个头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不是头皮疼啊 小春哥 你这是加了多少双氧水在里面啊 这染出来不得跟鸡窝一样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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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就喜欢这样啊 啊 那 那 那也去洗一下吧 药水在头皮上太长时间毛疼会受损的 小春哥 快带这位客人去洗一洗 嗯 知道了 麻烦 小春 其实那时候的事儿 我一直都觉得特别对不起你 你和周老师 别走 给你 这是我后来从教师办公室偷回来的 你给周老师的 清书 来来来 猜全了 谁赢了谁去给周老师送雨门作业 啊 一定是我 一定是我 那可不一定 怎么着也该轮到我了 你们俩都轮着去一周了 喂 我说你们这帮女生送个作业而已 有什么可抢的 就是啊 怎么还有抢着干活的呀 你懂什么 周老师人又温柔 长得又帅 我们多看了一眼都会觉得很开心 人家都二十六了好吗 你们也真是不挑啊 二十六怎么了 你十五 长得也没见比周老师好看啊 哎呦 行了行了 你们呀 你就能争这么一两天了 再过两天 送雨门作业这事儿 就是雨门课代表的咯 哪来的雨门课代表 咱都上了快一年学了 也没见周老师选过什么课代表啊 以前没有 不代表以后也没有啊 哎 你们不知道吧 小春啊 都连续在放学之后 去周老师办公室半个月了 没准他就是咱们以后的语文课代表喽 是不是啊 小春 胡说什么呢 哪有这事儿 你这阵子放学都不跟我一起回家 是去找那个什么周老师了 课上有点东西没学明白 趁着放学去问问 哦 没学明白你问我呀 那万一我明白呢 哦 终于轮到我受作业了 程老师我来了 小春 小春 快 雨门作业 哦 给 不好意思 我没拿稳 我来见吧 不用 不用 我自己来就好 哎 看我发现了什么 小春的作业本里有个信封 徐军 快还给我 哎 那可不行 这信封里写的什么呀 是不是情书呀 哎 快来看呀 小春给人写情书了 快念 快念 看小春写的什么 徐军 徐军 给我 给我 我就不给 就不给 徐军 哦 看看你写了什么 给我 怎么说嘛 怕什么呀 徐军 看你 不要读 徐军 听好了呀 我念了 求你了 你别读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我会时时刻刻地想见你 这件事回去很难 但是我愿 尖家白露 披荆带月 你可愿让我为你一世的初衷 同归的情境 追不断 追不断 是 这是谁呀 快念啊 就 快念啊 就 快念啊 不用念 是 周老师 可是我还来不及学会勇敢 让你一个人孤单 我害怕青春就此离散 让你很重遗憾 你我从此无关 敬一敬 敬一敬啊 你们的周老师前几天辞职了 以后你们的语文课由我来带 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愉快地度过高中生活 周老师真辞职了 能不辞职吗 闹出那种事 他怎么还有脸在学校待下去 你们说大跟刘小春的事 是真的吗 那谁知道 不过我猜八成是真的吧 你没看记者都来咱们学校了吗 记者哎 没准过两天报纸都会登出来了 对对对 我听采访我的那个记者说 这叫什么 和未成年同性男学生关系暧昧 那你们当初还把他当男神呢 这没看出来 他竟然是这样的人 长得人模狗样的 怪不得那伙小春总在放学后 莫名其妙地去他办公室 说不准 他俩真是在学校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呢 你胡说什么呢 能不能闭嘴啊 哎呀 随便聊聊嘛 急什么 呃 对了 小春这两天都没来学校上课 许哥 小春平常不是总跟你在一块吗 听说你俩还是一起长大的呢 他人呢 我也不知道 我这两天 都没见到他 他爸妈都说不知道就去哪了 我愿意 都算是最绪好 我会生日过晚 我一生都不够 我愿意 你不会 我愿意 你不会 你不会 我愿意 你不会 我愿意 我愿意 真的 对不起 后来我一直在想 如果没读出那句话 会不会 没有什么会不会 你就是读出来了 而且 多得满城风雨 但是小春 我现在仍然说不出来 如果回到当初 我会不会再一次读出那句话来 然后让你和周老师分开 你先放开我 小春 我嫉妒她 我恨她 你懂吗 我知道她是无辜的 可我仍然嫉妒她 是啊 她从楼顶上跳下去的时候 也依然是无辜的 但你能替她死吗 我能 小春 我承认我自己心里龌龊 我嫉妒她 那封情书如果是你给我写的 我也愿意为你死 有时候我真会想 如果我们 不只是朋友 如果我们是恋人 那就好了 小春 你听 刘年这首歌 现在还很流行呢 今天还得感谢你给我做了一个机窝造型 要不然有她呀 你老板也不会让你提前下班 出来送我 那你品位还挺独特的 咱们两个 差不多有十年没见了吧 其实这十年 我一直在找你 我到处打听你消息 但你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是吗 所以 你 退学之后 去哪了 我吗 你 你搁不上这些疤 这是我在那个地方 想逃逃不出来的时候 偷偷藏了铅笔 把笔杆磨成木刀自己搁的 没错 我想死 我不是自己要退学的 我当时被关在家里 是我爸替我办的手续 后来 爸 我们要去哪 这段时间的事 爸爸都了解 你总这么在家里待着 也不是个事 爸爸想了想 决定带你出去 散散戏 等车开到外地 我从车上下去 就被一帮人带走了 关进了一个什么 矫正学校里 你们的父母送你们来到这里 就是让你们来接受改造的 但是 你父母当年没告诉我 你去哪了 他们说你离家出走了呀 他们放屁 我在里面被关了六年 想死 没有死成 你不会知道那种 矫正学校里面的样子 他们就和我的父母一样 拿我当一只牲口 里面的人 有很多都疯了 也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寻了死 有的人死成了 有的没有 放我出去 救救你们了 放我出去吧 放我出去 当然 也有不想死的 我有个室友 听说他以前是学霸 也是因为同性恋 被他妈送进来的 送来的时候早就已经成年了 你不想死吗 这么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 不想死啊 外面还有人等着我呢 他会来救我出去的 早晚会来的 那 那 那 后来呢 那还有什么后来 后来有一次 教官喝醉了 教训他的时候 没控制好力道 把人打死了 他慢慢来接尸体的时候 教官谎称 人是自己跳楼摔死的 说完就让保安们 把铁门拉上里 沈他妈妈怎么哭 都没人再理他 我在里面待到第七年 才逃出来 出来之后 我和家里断绝了往来 自己学了理发 平平静静地过了三年 然后遇上了你 你 今天那封信 谢谢你 你愿不愿意 跟我一起回去啊 我一个人住 我妈她一直念叨你 她一直觉得你特别好 她 她要是知道 我给周老师写过情书 恐怕就不会觉得 我那么好了 她知道 我去年和她说了 我还和她说 我一直念着你呢 她怎么骂你的 她没骂我 她说 我要是能把你找回来 大家就一起回家吃顿饭 她很想你 有什么事不能明天去台里说呀 非要大晚上打电话 你没有性生活呀你 看看你能的 还性生活 就你天天顶着这个发型 哪个不眼瞎能看上你呀 我差点都以为 是你相好了在那里发 拿你练手了 去去去我挂了啊 忙着呢 又来找小春哥 是啊 小春在吗 在呢 我给你叫他 小春哥 徐哥来找你 来了 你今天啊 来的时间刚好 我们马上就要下班了 等会小春哥 给你做完头发 你俩就可以一起走了 那可太好了 你去那边坐吧 小春哥马上就出来了 行 谢谢啊 你怎么又来了 想你了呗 对了 你看电视吗 不看 我讨厌电视和记者 当年那件事 我后来关注了一下 当时抹黑赵老师 那个记者 遇到了抢尽杀人 死了 也算是恶有恶报 你要看报道吗 我从台里给你 不用了 那个 刚进店的时候 我接到我们导演电话了 你猜他说了什么 什么 他说呀 我这发型 好像是我相好的 拿我头部练手 相好的 你同不同意啊 我就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你不用给我剪得这么凸吧 那个 这次是真的手抖了 那算 你赔礼道歉 陪我回家吃顿饭呗 我妈都准备好了 这 去吧 去吧 我妈都跟我说好几回了 那 好吧 你的头发 就先这样吧 反正你也习惯了 等长长点 我再帮你重新修 我去换个衣服 然后跟你 跟你回去 看看阿姨 行行行 你快去 来 美女 你们店电视遥控器 是你管的吗 是啊 怎么了 曲哥拜送你个事 周五晚上八点 你帮我把电视 调到时哨宗里边 你现在 也住这边吗 我记得你之前说你一个人住 我不住这边 我家两套房子嘛 我自己住一套 我妈住一套 我爸刚安 几年前过世了 我偶尔过来 妈 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是不是小春来了呀 快进屋 让阿姨看看 阿姨 别哭别哭啊 到阿姨家了 什么都不怕了 别哭 不哭 不不哭 阿姨 好了 这么长时间不见 该高兴啊 嗯 妈 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我走廊就闻到味了 都是你俩从小爱吃的 小春啊 你先坐 厨房里还有几个菜 阿姨去给你端过来啊 阿姨 桌上这些菜就够了 快别忙了 没事 都坐好了 平时阿姨也没什么机会忙 都是俊俊请中点工作 今天你来 阿姨高兴 做点好吃的给你吃 谢谢阿姨 有什么可谢的 快吃吧 当初俊俊和我说她喜欢你的时候 我是真的吓了一跳 但后来想想 喜欢谁不是喜欢呀 你们读过书 阿姨没有 但阿姨就觉得 最重要的还是她喜欢 妈 别说 这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小春啊 听阿姨的 人活百年 不用管别人怎么说 就算是全天下的人 都对着你的脊梁骨 支支点点 也指不断你的骨头的 我知道 对了 你爸妈这些年还好吗 不知道 我也好像年没见他们了 当初啊 是我们家先搬家的 后来我再回去找邻居 就突然联系不上了 不管怎么样 那都是你爸妈 还是要回去找找的 我会的 小春哥 这几天 怎么没见瞿哥 过来找你啊 他们台里这几天忙 有好几个夜社任务 听说 还要去外地采景 他应该还得 一阵子过不来吧 我说的吗 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快八点了 看电视 看电视 大家好 我是瞿哨 临近开春 今年似乎流行雷射和流苏 我正带着接拍组为您直播 我想借着这次直播 问春一个问题 你可愿 你可愿让我为你的一事初衷 同归的亲近 你好 警察 请问刘晓春在这工作吗 是我 我就是刘晓春 刘晓春 警方接到报案 视证铲雪车 在清理接到积雪时 发出尸体残骸 根据通方信息 我们发现有重大作案嫌疑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刘晓春 你来了 头发 是不是很久没弄过了 小川 他们 他们说你 说我杀了六个人 当年的记者 还有其他一些 跟那件事有关的人 包括我父母 他们没弄错 我已经认罪了 我 我问了他们 不用问了 我知道结果 我 要去见周老师了 对了 你知道吗 其实刚重逢的时候 我是想让你成为 第七个的 那后来 那后来你为什么没动手 因为你道歉了 其他六个人 他们到死都觉得 自己是没有错的 我父母 就连临死前 都不觉得我真的会下手 还在说 他们是为了我好 等我长大就会痛 别哭 你就和阿姨说 我去旅游了 别让她看到报道 我 小春 没能好好孝顺她 是我的错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自眉心流过 来不及说四季 小春 小春 齐俊 干什么 快走 等等 等等 小春 小春 我来送你 谢谢你 这个 给你 行了 快走 阿群 我愿为你一世的出众 我愿与你 同归于前进 我愿意 我愿意 喝水酒去挥肠 带着那摇晃烛火飘往远方 借一段往日旋律弯转悠扬 把这不能说的轻轻唱 背着风吹散的人说他爱得不深 背着雨淋湿的人说他不会冷 无边夜色 无边夜色到底还要蒙住多少人 他写尽念你他不敢承认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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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一句 刻骨骨铭心 来日方长 倘若不得不天歌一方 背着风吹散的人说他爱得不深 背着雨淋湿的人说他不会冷 无边夜色到底还要蒙住多少人 他写尽念你他不敢承认 可是啊总有那风吹不散的认真 总有大雨也不能抹去的泪痕 有一天太阳会升起在某个清晨 一道彩虹两个人 借一方乐土让他容身 借他平凡一生 女生 他正真 在某个清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